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体育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新加坡的高尔夫球选手洪孙达和爱丽莎 在吉隆坡业余公开赛中大放一彩 两人分别在男子组和女子组夺冠 打破了他们职业生涯的国际赛冠军荒 接着,我们来看看棒球场上的精彩表现 统一师队的先发投手胜骑士在对战中性兄弟的比赛中 标出12次三阵,帮助球队以8比0大胜 追平了中指使上开季最速20胜的记录 最后,我们转到乒乓球赛场 我国乒乓球运动员郭永和曾兼在东南亚区奥运会资格赛的小组赛 始终表现出色,两人均打出全胜战机 展现了他们强大的实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吉隆坡的KGPA高球俱乐部 一场高尔夫球的盛事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选手参与 其中,新加坡的洪孙达和爱丽莎 在第15届吉隆坡业余公开赛中大放异彩 他们分别在男子组和女子组夺冠 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国际赛冠军皇 洪孙达以205甘的佳绩 领先东道主选手加内时12甘夺冠 而爱丽莎则以219甘的成绩获得女子组冠军 领先第二名7甘 这场胜利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不仅是职业生涯的首个国际赛冠军 也是对他们不懈努力的肯定 洪孙达表示,这场胜利让她感到特别 希望能为她继续打开更大的胜利闸门 爱丽莎则将胜利献给了新加坡高球总会 她的胜利不仅证明了自己的进步 也增强了她的信心 在台北的洲际棒球场 一场中值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 统一师队以8比0击退中信兄弟 追平了史上开季最速20胜的记录 先发投手胜骑士投出6局 标出12次三振的好表现 加上邱志诚、陈拥机的猛打赏 为统一师队夺胜立下汉马功劳 胜骑士的这场表现 不仅刷新了个人单场最多三振记录 也帮助她拿下了本季第五胜 成为开季五连胜的英雄 然而,比赛中不幸的是 林靖凯在滑进二壘时 伤到了左后腿 成为了统一师队的一大损失 在天母棒球场的另一场中值比赛中 魏权龙队以4比0击退乐天桃园队 夺下了三连胜 先发投手艾普勒 投出5.2局好球 被敲出两支安打 投出四次三振 没有10分 拿下了本季第三胜 并被选为单场MVP 艾普勒表示 去年就开始进行下半身强化训练 让球速更加进化 这场胜利也证明了她的努力 没有白费 艾普勒的家人也在现场为她加油 她的女儿更是成为了球迷心中的超级明星 这些比赛不仅是对选手们技术和努力的一次检验 也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无论是高尔夫球场上的洪孙达和爱丽莎 还是棒球场上的圣骑士和艾普勒 他们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 只要不断努力 胜利终将到来 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正是这些 才让体育竞赛变得更加精彩和值得期待 在体育的宏大舞台上 每一位运动员都是追逐梦想的战士 从桌球的激烈对决到乒乓球的精准回旋 再到方程式赛车的速度与激情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胜利与失败 更是关于坚持与勇气的展示 在WTT沙乌地阿拉伯大满贯赛上 台湾捉球女将 郑一静面对强劲的对手日本的早田希娜 据中央社报道 尽管郑一静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 比分屡屡接近 但最终以7比11 10比12 9比11的成绩 无缘女单八强 这场比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 更是心理的对抗 郑一静在比赛中的每一次追分 都展示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尽管结果并非如人所愿 但他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鼓励 与此同时 东南亚区奥运单打资格赛 在曼谷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据联合早报报道 我国乒乓球运动员郭勇和曾坚 在小组赛中发挥出色 均以全胜的战绩脱颖而出 特别是郭勇 他在比赛中展现了超群的技巧 和冷静的心态 不仅锁定了小组第一 更是直接晋级四强 向奥运会单打资格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曾坚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 他以技术和毅力 克服了所有对手 展现了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的风采 在另一个领域 16岁的新加坡车手 卡比尔·阿努拉格 搭载着他的F1梦想 加入了阿尔卑发展队 据联合早报报道 卡比尔的故事 充满了坚持和勇气 一年前 在世界四级方程式赛车的测试赛中 遭遇严重车祸 但他并没有放弃 通过坚强的意志 和不懈的努力 他不仅重返赛道 更是成为了第一名 加入F1发展队的新加坡人 卡比尔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 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和坚持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些运动员的故事 无论是在桌球 乒乓球还是赛车领域 都展示了体育精神的真谛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虽然比赛的结果不尽人意 但他们的努力和坚持 已经在每一位观众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 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 这些运动员用自己的精力 告诉我们 只要勇敢地追逐 梦想终将在不远的将来绽放光芒 在台湾体坛 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正在崛起 他们是代表台湾 冲刺巴黎奥运的新星 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挑战 坚持和胜利 从轻挺激流到田径 再到拳击赛场 这些运动员不仅刷新了记录 更激励了一代人 吴绍璇 轻挺激流的新希望 中央社报道 吴绍璇是台湾轻挺激流的佼佼者 从去年杭州亚运斋童 到亚锦赛拿到巴黎奥运席次 他即将迎来人生第一次奥运之旅 吴绍璇的轻挺之路 始于陪伴表姐训练的偶然机会 从此踏上了专业训练之路 现在 他不仅是一名国际赛事的选手 更是承载着台湾轻挺激流荣耀的使者 他的目标 不仅是在奥运赛场上尽力表现 更希望能在巴黎铁塔下留下自己的足迹 叶伯廷跳高星星 另一边 在全大运的赛场上 叶伯廷以2米30的成绩 打破了高选9年的全国男子跳高纪录 成为最吸睛的明星 如中央社所述 这位胡伟科大的学生 不仅展现了非凡的跳跃天赋 更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前 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 他的成就不仅是个人荣耀 更是台湾体坛的骄傲 甘加威 拳击场上的坚韧 在拳击领域 甘加威用他的拳头 打出了一条通往巴黎奥运的道路 如中央社报道 甘加威在经历个人生活的低谷后 依然坚持训练 最终在杭州亚运会上 勇夺银牌 并拿到了奥运门票 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 他已经锁定了两大亚洲假想敌 准备在荷兰的邀请赛上 进行最后的暖身 甘加威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坚持不懈 梦想终将成真 这些运动员的故事 是台湾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他们不仅是在追逐个人的梦想 更是在为国家争光 随着巴黎奥运的脚步越来越近 我们相信 他们将在世界的舞台上 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为台湾赢得更多的荣誉 在体育的世界里 每一次的奥运会 都是运动员们精神和体力的巅峰对决 而台湾的运动员们 在这样的舞台上 也始终不遗余力地展现着他们的才华和决心 中央社报道 随着巴黎奥运的临近 台湾选手们有了更大的动力 公益信托望阳交信望爱基金宣布 任何在奥运或帕运中 创造台湾记录的选手 都有机会获得高达百万元的奖金 而且这项奖励并没有名额的限制 这个奖项的设立 旨在鼓励那些 在非主流项目中 努力拼搏的运动员们 简明慧 这个赛事的发起人 表示看到在东京奥运中 台湾选手取得的亮眼成绩 以及他们在非热门项目上的不懈努力 深感这些努力 值得被认可和奖励 这份奖励 不仅是对他们成绩的认可 更是对他们精神的鼓励 而在奥运选手中 赖冠杰的故事特别引人注目 据中央社报道 尽管母亲已经离世多年 她仍然保持着 每天给母亲发信息的习惯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如今 她已经获得了 巴黎奥运轻挺竞速的参赛资格 她希望能够延续这个习惯 祈求母亲在天之灵 能够保佑她在比赛中 遇到有力的风向 赖冠杰的这份坚持 和对母亲的思念 让人感受到了运动员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而在国际舞台上 突尼斯的游泳奥运冠军哈夫奈维的故事 则是另一种情绪的展现 据联合早报报道 这位在东京奥运会上 上演编道奇迹夺冠的运动员 因伤病困扰决定放弃 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未免战 哈夫奈维的缺席 不仅让人感受到了运动员 职业生涯中不可预测的挑战 也让本次奥运会的长距离 自由泳项目变得更加开放和激烈 在这些运动员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情感和挑战 无论是公益信托王阳交信旺埃基金为台湾运动员提供的奖励 赖冠捷对母亲的思念 还是哈夫纳维因伤退出奥运的不舍 这些故事都展现了运动员们背后的努力 坚持和情感 正是这些故事 让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赛 更是一次人性和精神的展现 在体坛的热烈竞争中 每一次的比赛都是对运动员精神和技术的全面考验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不时地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与阴影 让我们在激烈的对抗中见证成长与叫醒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精彩分层的故事 看看在不同的赛场上 运动员们如何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 从联合早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NBA赛场上的一幕 丹佛金快队的球星穆雷 在季后赛中因情绪激动 朝裁判投掷杂物 被NBA罚款10万美元 这起事件发生在 尽快队阵明尼苏达灰狼的西岸季后赛半决赛中 穆雷的行为虽然没有导致竞赛 但却让人反思情绪管理在高压赛场上的重要性 穆雷作为球队的主力 在场上的表现直接影响着比赛的走向 而这一次的过击行为 也许是他在比赛中压力的一种释放 但正如灰狼的中锋戈贝尔所说 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 每一位球员的表现都是团队努力的一部分 戈贝尔以其卓越的防守能力 赢得了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奖 他将这份荣誉归功于整个团队的努力 展现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谦逊和团队精神 而在中央社的报道中 我们转移到了棒球场上 中职卫权龙队的投手吴俊杰 因近期在二军的出色表现 将迎来本季一军出登板的机会 这对于吴俊杰来说 无疑是一次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另一方面 林依达因手肘伤势被下放二军 这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 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伤病总是运动员职业生涯中 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如何在伤病中寻找到回归的勇气和力量 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在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中 我们见证了台湾体大田径好手林玉堂 在伤后重返赛场的辉煌 去年在田径亚锦赛中 创下全国男子跳远记录后 林玉堂因伤休息超过两个月 然而 这位兼任的运动员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在全大运中以7公尺78的成绩夺精 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增添了信心 林玉堂的故事 是对运动员不屈不挠精神的最好诠释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看到了运动员 在赛场上的汗水与泪水 他们的成功和挫败 但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面对罚款 伤病 还是重返赛场的挑战 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 展现了运动员的精神 坚韧 团队和自我超越 这些故事 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胜负 更是关于人性 成长和希望的叙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